如果你和大多數的球友一樣 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是一直很好奇的 那就是馬術本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它真的很有用嗎? 我們很常會在電視上看到那些職業選手 他們的褲子後面的口袋總是放著一本東西 然後在每打一根之前都會一直跟甘地討論 然後還會寫東西在上面 那這個馬術本它到底是有什麼作用? 為什麼所有的職業選手都把這個視為寶物呢? 那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涵蓋馬術本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會說它主要就是給你更多的球場資訊 讓你可以在每一桿的選桿 以及供國領的時候 有更多策略上的一個幫助 那這個作用其實就像是甘地一樣 它可以幫助你得到這些資訊 之後呢讓你可以在開球台的時候 去做一個更好的選桿 避開障礙 然後也可以幫助你在國領上的判讀更加精確 我不想搞得太複雜 總之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就會告訴大家 所有有關於馬術本你會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當然也包括怎麼使用等等 那我們先把這些資訊呢 分成馬術本和奇畏圖 那當你了解這兩個東西如何使用的時候呢 你對高爾夫這項運動又更了解囉 那我先在這邊呢 我就拿了一本我們上一場比賽用的馬術本 那裡面呢就是每一頁都是一棟這樣子 大概是長這樣一個空照圖的概念 那每一本馬術本呢它都是 for那一個球場而已 所以像這本馬術本呢就是我上個禮拜呢 我們在這個Hobo這個叫什麼 Hobo Creek Hobo Creek Golf Club 我們在Utah打了這個球場 那這一本馬術本呢就是for那一個球場而已 這樣所有的資訊都是那個球場的每一棟的資訊 所以馬術本就算是有點客製化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馬術本裡面都有什麼資訊吧 好那這個就是馬術本 然後馬術本打開 現在的話呢就是會長這個樣子 我放平的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就是一棟 然後它這邊一般都會寫說這個是第一棟 就是棟樹就是每一棟都會有 這一棟就是par4然後387碼 就是它的總長從最後面的tbox到果令這邊呢就是387碼 這樣子 在它右邊的這些數字t1t2t3t4 這個意思呢就是代表這個T台的意思 所以T台的最後就是最後一個T台 例如說是黑T的話呢它就最遠了嘛 那往前放一個T比如說藍T的話呢就代表說它跟這個T1相差了20碼這樣子 那這個為什麼非常重要呢 是因為其實他們職業選手在比賽的時候是不能使用任何的電子器材 所以呢你要怎麼去知道說 例如說像我這一棟我這邊有一個水 你要怎麼知道說從你這個T台到這個水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就必須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打的T台是哪一個 然後它上面的數字呢去做加減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些選手在比賽的時候要做蠻多的加減算數的 所以這個T1T2這個意思呢就是代表這個T台之間差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像是這邊是放紅T的話呢 那它其實就離這個最後面的這個T台 黑T的部分相差了75碼 所以你就可以用說387去減掉75 312碼呢就會是從紅T這邊打到國嶺這邊的總長的位置 這樣的方式讓球員可以去知道說 從哪個T台打的話的距離是多少 那再來這邊T台上面這個小數字呢 這邊是代表坡度的意思 那這一棟呢其實它是T台是在一個蠻高的地方然後往下打 只是現在因為是空照圖所以沒有這個感覺 但是當然你去球場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所以它這邊就會告訴你說其實如果你從這個T台打的話 一般你要減差不多下坡20碼 因為其實這一棟主要是因為這邊有水 早上然後順風的時候 其實用Driver是有可能會打下水的 所以這個也是幫助你知道說我們這T台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是需要減掉17碼的距離的 那像我這邊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寫說 就是到這個水的這個角度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的角度 差不多就是要瞄著水的這個邊邊打 那它這邊有一個砂跟一個樹 對請不要judge我的畫畫能力 但是呢那時候我們練習賽的時候 從T台到這個測我就是測272 所以272再減掉這個17 就差不多20碼 所以252左右250呢 就有可能會到達這邊的這個區域 所以呢如果又再加上早上有點順風啊或是什麼的話 球到又會算會滾的話 就確實是有可能會滾下水的 所以我在我的這個筆記也有寫說 順風maybe用三號目 對就是差不多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會讓你比較有清楚的知道說 喔這個洞到底是要怎麼去打這樣子 那這邊這些數字呢也都是要去經過加減的 就如果你是站在這個T台的最後面的話 那就非常簡單 就什麼都不用算它就已經幫你寫好了這樣 我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是站在T2 那T2就會是-20嘛 所以所有這邊provide的數字 你都是要把它減掉20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打這個減掉20的話 就是225嘛 那如果你開球距離225的話 你第二竿就會剩下127嘛 然後左邊的這邊的距離呢 這個100,125,150,175 這個就是你的開球的距離 就是如果你開到你開250好了 然後你右邊這個號碼呢 就會是你剩下的數字 其實跟這個號碼是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你開差不多245 然後你就會剩下127 所以左邊是你開球的距離 然後右邊會是你剩下的距離 像是這種事情就可以去 在練習賽的時候玩一下 就是說你想要有什麼樣的T-Shirt 然後你的第二竿想要有什麼樣的距離這樣 那這個就是馬術本在這一頁provide的東西 那一般它會稍微有一個國嶺的樣式 它比較特別的是還會有紫北針 那通常呢 選手也會依靠紫北針來去判定就是風向 因為有一些球場 它如果是在山谷裡的話 它的那個風 你在梯台上感受到的 跟國嶺這邊實際上的風呢 有時候是不一樣 所以大部分他們還會更專業的話 可以看這個紫北針來去判定一些風向 然後你也看到其實它這個圖 雖然沒有畫得說非常的精確啦 但是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 告訴你說這邊有一個水 然後它水前有一個大樹這樣 然後它就會特別告訴你說 那個大樹的這個距離 就到水前的這個距離 然後國嶺附近的這個沙坑它也會標示 那這個是第一頁 然後在同一棟呢 它的下一頁呢 就會是放上國嶺圖 那你可以看到這國嶺圖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我一般很少看這兩個 結果我就覺得好多 我一般就是看最上面的這個 那這個就是國嶺圖 那國嶺圖和這邊的這個圖 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就是focus在國嶺 那在國嶺圖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數字 那數字越大呢 就代表這個坡度越陡 然後如果顏色是綠色的話呢 就代表它是比較平坡的 比較稍微正常速度 然後藍色是有一點點下坡 紅色是最快 你可以看到紅色這邊都是基本上是5跟6 4.5以上的數字 然後就代表紅色這邊就是下坡的意思 那像這個國嶺圖呢 其實跟等一下我們要介紹的奇味圖 是還蠻相似的 所以我在這邊也順便跟大家解釋一下 像我們這個國嶺圖呢 在最右邊的這個數字 31.5 就代表是這個整個國嶺總長的一個距離 從最前面到最後面是31.5碼 那一般他們在做這個國嶺圖的時候呢 是以每一格一碼的單位去做這個判讀的 所以它這邊會有這個5、10、15 就它會有每一小格是1碼 但是呢每一大格 就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清楚 但每一大格呢它會有一個正方形是5x5的 所以它這邊就是5碼、10碼、15碼、20碼、25碼 旗桿是15碼 然後它15碼從它左邊的腹地只有5碼這樣 所以它差在非常的左邊 然後呢我也有跟大家提到說 這個紅色就代表是下坡嘛 所以就是說如果以一個策略的方式的話呢 你就不希望在這個旗位的時候呢 打太左邊喔 也不希望打太over 如果over旗桿的話回推會非常難推 因為你看到就是整個數字這邊都非常的紅 這邊這兩張圖呢也都是代表同樣的東西 就是看個人的習慣就是你喜歡哪一種 那這邊就是比較偏向一個圖像的 所以就像我說的紅色是非常快 然後綠色是比較平坡的 所以可以看到整個國嶺的中間偏前面都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你打到over到後面的話呢 就是比較不太好處理的 對當然馬術本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就是資訊雖然多歸多 但是呢其實也還ok 因為有些洞就是也蠻像這洞嘛 就是蠻直接的一個part5這樣 朝中間打 然後就是都還蠻直的一個洞這樣 但當然它就是會讓你知道說 哪邊有紗坑啊它的位置在哪裡這樣 然後就會搭配著後面的這個國嶺圖一起來使用 然後我們在練習賽的時候就會去做一些小記號 那雖然其實大部分你如果單看它這些 已經做得很細了嘛 所以其實我們在練習賽的時候 就不會花這麼多的時間去看它的line到底是哪邊 因為就是這邊都會有很多詳細的資訊 但是就是稍微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還是習慣會小做一下記號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些空格可以讓你去填寫一些數據 這個是一個part3 然後我一般就會比賽的時候就會寫說day1 day2 day3 然後我大概是用什麼距離然後打了幾碼這樣子 好像好害羞 對反正就是差不多這些資訊 有點像是有資訊但是也是你的在場上的一個筆記本 這樣你也可以做一些筆記 就是因為有一些比賽我們是可能明年也會再來打一次 那這個馬術本就會非常的有用 因為等於就是你之前的經驗都已經留在這邊了 所以馬術本就差不多這樣啦 那每一棟其實就是不一樣嘛 然後但資訊的部分都是一樣的啦 但就是每一棟長不一樣這樣而已 OK這個就是馬術本 好那馬術本看完了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棋衛圖 然後棋衛圖呢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我上一場比賽的時候的棋衛圖 棋衛圖它長的就是基本上是一樣 就跟這個國寧圖是一樣 只是這個棋衛圖呢 會是有比賽單位就是發給我們選手的 所以因為它每一天都會換不同的棋衛嘛 比賽的前一天呢我們就會知道說棋衛是差在哪裡的這樣 然後你們如果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左邊的這個數字1234 那些就代表洞數 第一洞第二洞第三洞 所以你可以看我現在這個是在第一洞的馬術本 跟這個第一洞的棋衛 它國寧就是長得完全一模一樣嘛 這個棋衛就是會告訴你說 從這個edge 這個棋衛是差在從edge算27步的位置 然後從右邊算起來7步的位置 所以棋衛就會差不多差在這邊 那棋衛圖呢除了可以讓你知道說 棋衛確切的位置在哪裡之外呢 它旁邊還有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代表什麼呢 它是代表說 這個棋衛今天離中間的差距是多少 所以例如說你看我們看一下第三洞好了 整個國嶺的總長是40 在這邊有個小小的數字 那40呢如果除以2的話就是20嘛 就是整個國嶺切一半它的中間是20碼 那20碼呢對於今天的棋衛 22碼來說它就是加2 所以我如果很直觀的去看今天的棋衛 我都不用看今天的棋衛在哪裡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今天的棋衛還蠻多的 是差在這個就是比較偏中間 數字越小就越中間 然後棋衛這個螺是比中間 棋衛插中間來講的話 -5碼就代表說它是差在比較偏前面 然後加11加11加11加14 就會知道說棋衛這些都是在偏厚 所以就是給你一個大概的概念說 今天的這個棋衛距離中間來說 它是算是靠近還是比較遠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棋衛圖呢就是長這樣 那一般它就是1到6 然後7到12 13到18 然後我通常就是會把它這樣子折 然後再折 然後就一次看山洞這樣 然後就把它一起放在馬術本裡面 然後這樣放在褲子裡面這樣子 所以這樣要看的時候呢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就是為什麼這兩個可以相輔相成 可以幫助你在場上降低許多甘術 那這就是所有關於馬術本還有棋衛圖 你會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問我 對於初學者來說的話 馬術本是不是一個非常必備的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完全不需要 因為我覺得就算對我現在這個level來講 我還是覺得裡面的資訊 尤其是國嶺上的資訊 還蠻overwhelming的 就是很多資訊 就是有時候可能你其實用感覺的 你用自己去判斷的 有時候呢也不會比馬術本差 只是它當然當你到了一個level的時候呢 確實它是可以給你更多的資訊 然後並且幫助你選竿 以及在國嶺的判讀上面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大家不要有壓力 就是初學者呢還是先把基礎的fundamental打好 然後去多下場去多打一些不同的球場 然後再maybe考慮可以購買馬術本 但是我知道在台灣的話 是在一般的球場 我好像比較少在賣店有看到 有在賣馬術本的 如果大家想要的話呢 就是其實你也可以去買一個 就是空白的本子 然後你在下場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自己畫一下 因為其實像大部分很多時候 有些它這個球道 雖然畫一個這麼大的地方嘛 但我可能就是只是寫說 歐槽中間偏左打 就是其實不是說每一動都非常需要 一定要知道它的落點 只能打擊馬什麼之類的 因為有些動物就是蠻streetforward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自己在可能帶個筆記本 就是寫說 這動大概要朝哪裡 然後自己去做屬於自己專屬的馬術本 就我在台灣打 就是青少年比賽的時期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在買馬術本 就是基本上都是 自己就是下場練習的時候 去做馬術本 然後果嶺就可以自己畫 就稍微 你看到那個果嶺長這樣 你就畫怎樣 然後你在推的時候呢 每推一個 就稍微記一下說 欸這果嶺大概是怎麼留啊 什麼的 就可以擁有自己的馬術本囉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要花錢 或是怎麼樣 才可以擁有一本馬術本 就是你自己也可以製作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很開心可以做這次的影片 因為我其實還蠻常收到私訊 有人問我說 馬術本到底是什麼這樣 所以今天希望 這個影片裡面有幫大家講解 那如果有什麼 還是聽不太懂的 或是我講解不好的話 也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來謝謝你們觀看我的影片 我是高球女孩Vicky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